今天一路走来 我觉得真的是你的父母 付出了很多 给了你无限的包容和支持 所以父母今天也来了 对 今天我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女人也来了 我听说 我媳妇来了 那先把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请上场吧 好吗 我们一起来聊 有请我们天才的妈妈和爱人 妈妈和媳妇都很漂亮 各位老四号 欢迎欢迎两位 妈妈朋友大家好 天才应该小时候是一个 又漂亮又 好的 侍然 各 天啊 从来自着强调 看不见 两位 兽装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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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她既然走出来了 我们就满足她的愿望嘛 带她到很多地方去游玩 完了之后回来 她说我还是想找一份事情做 我说我们福江的水果特别多嘛 我说我看很多人都在做电商 要不在家里卖水果 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家里是没有钱 给我去做这个事情的 是没有启动资金的 都是我父母 去所有的亲戚朋友那里 借了一遍 总共借了有五六万块钱 然后当时残联的领导 也听说我想创业 给我就是申请了 八千块的这个创业扶持金 所以说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不能辜负了这么多帮助我的人 也不能辜负自己的 就是这样一个期望 终于走出让我们听起来 很欣喜很欣慰的一步了 是这个时候认识的妻子吗 我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我才也是网上认识的 当时我就是拍视频嘛 记录生活那种之类的 然后就开直播 但她是业余的 就每次开直播 可能就是只有两三个人 或者三四个人去看她 但是每一场我都是时刻关注 那你怎么会看到她的呀 同城看到的 同城看到 当时我的第一印象 她特别像我一个姐姐 我一开始说她不信 她以为我是故意去搭话的 找了一个借口 连去看她直播 其实从她的就是聊天这些 其实感觉得出来她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她们也有那种所谓的 就是架子很高冷的这种 包括我后来在直播间 跟她互动这些 都是我问她什么 然后她答什么 当然那时候 她是不知道我情况的 然后某一天 然后我就问 我说你要不要吃水果 要不要吃蜜蜗桃 然后就这样子 她说可以 然后我就给她寄 然后让她要了联系方式 就这样加上了她的聊天方式 利用自己工作去变 她说你喜不喜欢吃水果 喜欢吃啊就那种 然后她就给我送水果 她就说 这个水果收到之后 要怎么怎么弄才能吃 然后她就加上我 那我是真的是教你去 怎么样去吃水果 不是故意给你搭话的 就那会儿就 我觉得就朋友吧 就当朋友就那种 因为我老朋友 她是大梁山的 也是遗族的姑娘 山区里的孩子 对 所以说小时候 我们都吃过苦 所以说在我们聊起天来 就是比较有共同话题 也没有什么价值啊这些 所以说我对她的印象 就是挺好的 然后18年才见面了 就去 我去这个成都 去报了一个培训班 学习了两个半月 去学这个运营管理 电商的运营啊 对 正是在这个时间 然后跟她就是在成都 然后认识 就是在一起的 在线下就可以见面了 越在成都见面了 因为她那时候也在成都 她当时在就是 在美甲店上班嘛 然后就隔得特别近 就在同一个区 然后她就说 那就见一面吧 就那种 然后我就跟她见面了 也做了两年的网友了 对 两年多 第一次见面 对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啥感觉啊 就没有 我想象中的这么好 有点丑是吧 对 第一眼看着不撒地 然后越看越好看就那种 你个人也表白的是吗 是这样的 她其实就是说 你跟我到我这个地方 去生活吧 可以吗 就大概就这么说 她就学了两个半月 就把你从成都带到她家了 对